为何大家都说他是个有心人 他为什么舍近求远 专门跑两百多公里 去给甲鱼买饵料 这种牟丝甲鱼吃了以后 他容易咬碎它 然后很快就能吸收 从别人的聊天中 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三个月净赚一百万元 我感觉意外的是 他的脑袋这么快 就让我们聊天聊天 他都得起享受一个赞成的方法 看安徽省金德县的汪三三 如何从养甲鱼跨界到养乌龟 年入千万来 欢迎收看志福庆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汪三三 他是安徽省金德县人 这个汪三三是一个爱花心思琢磨事的人 您问了 他都爱琢磨一些什么事 用中草药为甲鱼对比方圆三四百公里之内 哪个地方的螺丝皮薄肉厚 而且还爱听别人聊天 听着听着就能够发现商机 三个月净赚了一百万元 从养甲鱼到养龟 汪三三成功转型 2015年的销售额达到一千二百多万元 您问了他都有哪些创富妙招呢 今天汪三三要清堂卖甲鱼 这一堂甲鱼是仿生态养殖 年份最短的也都养足了五年 这一亩大的池塘里只养了五百多只甲鱼 别看数量不多 却能在市场上卖到三十多万元 我这个糖里面放养的密度是普通放养密度的五分之一 但是我创造出来的效益是普通那种糖里面出来的十倍以上 在当地同样是仿生态养殖的甲鱼市场上卖二十元左右一斤 而汪三三的甲鱼可以卖到二百六十元一斤 那么他养的这些甲鱼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尽管水抽干了 但想在池塘里抓甲鱼也不是件容易事 汪三三告诉记者抓甲鱼有技巧 到底是什么样的技巧呢 记者体验了一把 有啊 我还要摸到一个 我怕他摇我 等我看看 这儿是不是 是 我教你怎么抓他 你手下去 他前面头前面是偏高 没有没有这是我手 摸到他尾尾头会高 这边会高一些 就是那 然后这尾巴会低一些 然后手伸下去 抓住他那个后脚跟这样 就是在这儿 对 这个地方扣住 对这个 然后这个手 这两个手这样扣住 一定要用劲 你稍微手 不用劲的话 它很快就会跑掉 记者抓到的这只甲鱼养了六年多 汪三三 汪三三抓到了一只养了八年多的甲鱼 就在汪三三要给记者介绍这两只甲鱼的区别时 突然窜出了一个不速之客 你这里的鱼也挺野的 这鱼好 不是假鱼野的 它也没得吃了 这出来了呢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花莲 花莲 专门养在里面的吗 对 养在里面 它可以改善那个水质 窜出来的花莲刚消停 这边的两只甲鱼就咬在了一起 很难收拾了 我得试试看 看看这样行不行 你接触吗 也是不行 我这么不能掰开吗 很难掰开 我试试啊 感觉好像它就咬了这么一点 我好好 再试试 很难 我感觉使这么大鱼都掰不开 这个得 要放在一起 让它自己送好长时间了 是不是就野性足才这样啊 对 你看这个大的甲鱼 应该有五斤多吧 这个 你这个小的钓着它 它根本都不会生苦 哇 小的钓着它就都还能钓得动 对 说明这个咬合力是不是很强啊 对啊 所以就是证明它的野性很强 哇 对 你看这个大的已经松开了 但是一直是小的咬着它的 是吧 是的 可以证明这个小的野性也很强 嗯 头呢 像这只养了八年 中五斤多的甲鱼 在当地市场上能卖将近两千元 除了甲鱼 这堂里还套养了一些帘鱼 黑鱼 记者在池塘里体验抓甲鱼 因为没有经验 也体验了一种尴尬 我今天抓紧的小鱼 在家太大了 这条黑鱼应该年份也很长了 你看它的眼睛 这条黑鱼应该年份也很长了 汪三三的甲鱼因为品质好 很多人抢着药 所以卖甲鱼的时候 它还要限购 都是现价供应的 每次过来都给它看关系 给它说好话才搞一点 没有 确实没有那么多 汪三三的甲鱼这么紧笑 还有一样东西功不可没 它跟记者卖了个关子 说要想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就得跟它到山上走一趟 这个山里有很多的宝贝 这些宝贝对我的甲鱼来说 可以一年为我多征收一百多万 这山里有什么宝贝 能跟水里养的甲鱼有关呢 山路不好走 找宝贝的途中 稍不留意就会出现意外 哎呦 哎呦 上山稍不留意 哎呦 太滑了 你觉得呢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原来汪三三进山要找的就是野生的草药 鱼芯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找到一个地方的话 它有这些生长的话就会有很多 它是一片一片是吧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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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长 这个鱼芯草的根本身就是有亲自解足的作用 所以它对甲鱼的胃 包括增强它的体质有很好的作用 除了鱼芯草 这山里还有二十多种光三三可以用到的野生草药 把这些草药采回去之后 剁碎熬汤来浸泡甲鱼或者直接倒进池塘里 遇到生病的甲鱼就把草药磨成粉 拌在饲料里直接喂进去 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甲鱼疾病的效果 像这样用中草药喂甲鱼 甲鱼的成活率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 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一年能给汪三三多带来一百多万元的收益 然而从二零一一年开始 甲鱼的市场行情出现低迷 而汪三三却另辟蹊径 从龟的身上发现了商机 曾经短短三个月净赚了一百万 二零一五年销售额达到了一千多万元 从甲鱼到龟 汪三三的转型有何秘诀 汪三三的父亲汪国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温室甲鱼养殖户 受父亲影响 汪三三从小就对水产养殖感兴趣 二零零一年大学毕业后 汪三三回到养殖场给父亲帮忙 而到了二零零六年 因为经营不善 父亲的养殖场负债五十多万元 而在这个时候 汪三三临危受命 接手养殖场 接手后 汪三三就改变了父亲以往的温室养殖模式 采用仿生态的方法养甲鱼 为了提高甲鱼品质 他决定先从耳料入手 赶快出发咯 采访时正好赶上汪三三 要给甲鱼买耳料 他要开三个多小时的车 连夜赶到两百多公里之外的 安徽省当图县 记者了解到 在汪三三老家 有很多卖甲鱼耳料的 为什么汪三三要舍尽球员 连夜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呢 汪三三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耳料呢 这些螺丝 是他对比了十几家之后 特意挑出来的 尽管比老家那边卖的螺丝 已经贵了两毛钱 但汪三三还是要买这里的螺丝 你看到这个壳 非常的薄 里面肉盒满 这种螺丝 甲鱼吃了以后 它容易咬碎它 然后很快就能吸收 所以一个能锻炼它的咬合力 然后会对它的体质增强会很快 虽然说这个螺丝是比其他螺丝贵 但是我就是要找它 我的甲鱼吃完以后 甲鱼卖的价格也高 我的效益也上去了 给甲鱼喂中草药 精挑细旋耳料 养殖密度也小 汪三三这样花心思 养出来的甲鱼 跟别的甲鱼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她从市场上 买了一只普通甲鱼来做对比 汪三三说 最能体现品质差异的地方 就是爪子的颜色 你这个爪根 你这个爪根是发黑的 对 我这个爪根是发黄 这个就是在像我这种 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养殖 它就会产生这种颜色 自然的颜色出来 你这个是一直吃鲜鸟 没有在这种生态的环境下饲养 所以它爪子是爪子根是发黑的 其次两只甲鱼的裙边厚度也不同 这个裙边拽不掉 拽不掉 肯定拽不掉 这个感觉很容易 你看就直接就扯了都可以 对 你感觉 如果你用力的话 感觉会把扯掉下来感觉 很薄 这个很薄 再把这两只甲鱼同样清蒸后 裙边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你看我夹着夹着都连在一块 就韧性还挺好的 对 它这个也是一个年份的积累 才会出现这样的品质 这个明显就是裙边是薄 很容易就撕掉一块了 市场上卖的甲鱼 不用费力气 很轻易的就能把裙边加一块下来 汪三三养的甲鱼品质好 能卖上价格 2009年的时候 一亩池塘的300多只甲鱼 能卖17万元 赚了钱之后 它又借了130万 要新建一个养殖场扩大养殖规模 然而 就是这个新建的养殖场 让它一度走投无路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用防生态模式养甲鱼 至少要养租三年才能上市 投资成本大 资金回笼漫 这个养殖场还没建完 汪三三的资金链就断了 上门讨债的人都排起了长队 到了雇林旁边 那没话说 一排排几十个 对不对 家里亲戚朋友 各方面都有 我爸想到街上去 到县城里面 去办点事情 找人办点事情 做个公共汽车 五块钱 都没有 货不单行 从2010年开始 甲鱼价格出现下滑 到2011年 同样是一亩池塘的300多只甲鱼 却只能卖六万多元 甚至还很难卖 原本 汪三三还想着 甲鱼市场行情好 能靠甲鱼把外债还上 可现在 甲鱼指望不上了 欠别人的钱 要怎么还呢 这个市场是国内最大的 龟类交易市场 汪三三就是在这里 赚到了龟身上的第一桶金 不仅还上了外债 还成功转型 把养殖重心 从甲鱼转移到了龟上 采访的时候 汪三三特意带记者 去看了养在他 安徽养殖场的大功臣 这个龟个头不小 这个是中华草龟 这个有十几年了 这个是很老的一只龟 是公龟还是母龟 这是一只母龟 我当年就是靠这个草龟 三个月 赚了一百万 汪三三是怎么跟草龟结缘的 又是怎么三个月 赚到一百万元的呢 除了养甲鱼 汪三三的养殖场里 还养有两千多只中华草龟 平时跟广东的龟鳖经销商 也有来往 从2012年3月开始 不断有广东的客户 跟汪三三联系 想让他帮忙 在安徽收购中华草龟的母龟 中华草龟产蛋量高 一般每年产蛋30到40枚 龟肉可以食用 龟壳可以入药 市场需求量大 价格一直比较稳定 2012年9月 汪三三开始帮广东客户收草龟 最开始客户每次只要一百多斤 到后来每次要几千斤 而且有多少要多少 收着收着汪三三的心里 就放起了嘀咕 他们要这么多草龟 干什么呢 关键的问题他们是买了以后还要 没有太多的去建议价格 就是要求这个乌龟的质量和这个量够不够 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有一点跟平常不太一样 2012年之前 当地的草龟价格有七八年时间都稳定在六十多元一斤 但随着广东客户需求量越来越大 草龟价格一路上涨 到2013年上半年 草龟价格已经涨了一倍多 涨到了一百三十多元一斤 很多人担心 哪天价格又跌下去了 就趁着行情好赶紧卖归 但是汪三三不仅不卖归 反而去高价收归 很多同行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当时你收这么货干啥 她说草龟价格会恍然涨的 你信吗 当时半信半疑 当时的心态就是觉得 有货赶快赶紧抛掉 就出售掉 因为当时嘛 如果手里大概有好几万金吧 如果往下滑的话 一斤亏个三五十块钱很正常 就怕当时价格亏嘛 汪三三说草龟的价格会继续涨 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 记者跟着汪三三来到了广东佛山 在这里记者找到了答案 龚正强 广东顺德人 是最早托汪三三收草龟的人之一 两人认识后一直合作得很愉快 汪三三每次到广东都会拜访龚正强 每次去汪三三都会让龚正强带她吃早茶 来吃早茶的人有百分之六十多都是养龟的 他们聊的也都是养龟圈子里的事儿 这对汪三三有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简单的一些聊天 可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在他们就身边发生的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又不是在这边呆着 对于他们来说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因为气候条件适合养龟 广东人又有吃龟的习惯 在广东有国内规模最大的龟类交易和消费市场 可以说这里是养龟行业信息最集中的地方 获得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对养龟人十分重要 2013年5月的一天汪三三就是在吃早茶的时候获得了一个信息 就靠这个信息她三个月赚了一百多万元 当时大家一起聊天 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这引起了汪三三的注意 我说杂交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没有想过杂交这个词 但他们一直在提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留意了一下 那时候广东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客户 就是私下里问他这个事情 就跟我说他们广东市场当时后面几年杂交市场会很火 然后我们这边的草柜应该是价格会一直持续上涨 这是一只养了13年的黑井龟公龟 这只龟现在的市场价9万多元 当时大家说杂交就是用黑井龟的公龟跟中华草龟的母龟杂交 它的这个肉色是非常红 这个也就是很多的养殖户喜欢它的原因 它能把它身上的一些优点 就是杂交到草龟身上去 出来的品种就是肉也红 背上这个泥也慢慢的会少一点 然后背也会黑 当时在广东市场上 很多人在用黑井龟跟中华草龟杂交需求量非常大 多方了解后汪三三判断草龟的价格会持续走高 所以当很多安徽同行认为130多元一斤的价格已经很高 可以卖归的时候 汪三三不仅不卖归还在继续收归 到了2013年年底 果真跟汪三三预料的一样 草龟行情一路上涨到了220元一斤 这个时候汪三三才开始卖归 三个月时间 她净赚了一百万 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的脑袋转得快 这样我们聊一聊天 她都可以想出一个赞钱的方法 在汪三三安徽的家里 还有一种龟让她爱不释手 这些龟就养在这个院子里 这里戒备森严到处都装着摄像头 这个池差不多10个平方 但是你别看它10个平方 它这里面养的东西 它能一年给我带来20万的收入 就这10个平方有那么多的收益 对啊 这些黄园必可归就是汪三三的宝贝 像这只20年的种龟已经半重 现在的市场价格是3万多元 这个贝要比这个明显高很多 对啊 是供起来的 这个是它是黄园必可归的一个特征 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个头线 两条金黄的头线 非常的黄 你说的是这两条是吗 是 这个金黄色的很亮 很亮 看起来很舒服 而且你看我这个龟拿在手上 一直都不怕人 它那个四肢啊头啊什么都出来 然后感觉活性很好 对 它跟人的互动性是非常的高 这些黄园必可归是汪三三2013年年底花70多万元买回来的 他买这些龟也是因为一次在跟广东客户聊天的时候 听说黄园必可归开始受追捧 2014年 这些龟孵化出200多个龟苗 一只龟苗卖4000多元 这个价格是2013年的近三倍 汪三三把这些龟苗拿到广东市场卖 一共卖了80多万元 两次出手都让汪三三尝到了甜头 他也因此更加想进入广东市场 广东这边中端市场 它的那个利润 它的价格比我们那边要高出很多很多 所以我就想 那时候就在想 一定要想办法去进入广东市场 2015年年底 汪三三跟龚正强合作 龚正强出场地 汪三三出资金 投资70多万元 在广东佛山的城村 租下13亩地建了一个养殖场 有了这个广东分场 汪三三把自己在安徽养的和收来的龟 卖到广东市场 凭借这种信息和市场优势 吸引了很多安徽江苏等地的养殖户跟他合作 我们负责把这个养好了以后 这个销售这块 汪总养殖场就完全就能搞定了 价格这方面我们都不用担心的 这个我们就是放心大胆地去养就行了 有汪哥在吗 我们就有那个市场 因为他在那个村村那边 我们跟着他走 心里也踏实说实话 真的我好伙伴 我有这个大哥 我也真的很骄傲的 现在汪三三已经把养殖重心 从甲鱼转移到了龟上 他对龟也越来越喜爱 认为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业 接着记者采访的时候 汪三三2016年的销售额 已经近千万 人们常说处处留心皆学问 但是对于汪三三来说 是处处留心皆学问